勇者辛梅尔死后29年 弗利连三人来到了北方诸国艾佩蒂多的城镇 在旅馆住下后 菲伦询问弗利连要不要一起去逛街 弗利连则告诉他自己想待在这里看某岛书 随后聊起今天是休塔尔克的生日 听闻此言 菲伦立刻埋怨弗利连没早点说 导致自己来不及准备礼物 也不知道休塔尔克想要什么东西 弗利连则表示 在城镇随便买点什么就好 还得意的吐槽 菲伦还是太年轻了 随后翻出了自己给休塔尔克准备的压箱底宝贝 能溶解衣服的药水 男人嘛 受到这种东西肯定会很高兴的 我师父是这么说的 弗利连心心满满的说着 但下一秒 药水便被菲伦抢走 领在了他的头上 菲伦一脸嫌弃的训斥弗利连 说之前就让他退掉过这种下山烂的药水 还不爽地表示 菲伦连大人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吧 随后摔门而去 而被溶解了衣服的菲伦连 则兴兴地回到了床上 过着床单抱怨 这个药水很贵重 并开始重新思考 要送什么礼物才好 就在此时 一张小纸片进入了他的视线 啊 还有这东西来着 打开纸片的弗利连 自言自语地说着 而此时的菲伦 已经来到了休泰尔克的房间门前 他本想直接询问休泰尔克 想要什么礼物 却发现休泰尔克并不在房间 于是开始出门寻找了起来 虽然三人刚刚来到这个城镇 但城里的居民 对休泰尔克的印象 却出奇的好 因为他在这短短的时间内 帮助了很多人 有时为大姐推货车 有时和孩子们一起玩 还救了挂在树上的小猫咪 安抚了发狂的牛 菲伦一路打听下来 听到的都是居民 对休泰尔克的称赞 弗利连大人真是太势力了 休泰尔克大人 才不会因为拿到这种 下三滥的药水高兴 菲伦在心里抱怨弗利连的时候 休泰尔克出现在了他的眼前 此时的休泰尔克 整聚精会神地望着天上的云朵 并自言自语地感叹 云朵的形状好像胸部 就在菲伦失望地吐槽 他真的好下流的时候 休泰尔克又盯上了另外一朵云 并再次自言自语地感叹 这朵云长得好像大便 还说一会儿要告诉菲伦 这样菲伦意识到 这家伙不是下流 而是幼稚 便开始苦恼 接下来怎样应对 休泰尔克大人 菲伦的声音打断了休泰尔克的思绪 休泰尔克本想立刻对菲伦 分享那朵大便云 但话刚说一半 便看到了菲伦嫌弃的表情 于是立刻作罢 并不解的询问菲伦 为什么会生气 自己到底做了什么 见菲伦不肯回答后 更是直接哭哭啼啼地道起了歉 而此时的菲伦 其实正在思考 怎么开口询问生日礼物的事 最终决定 直接了当地询问 休泰尔克大人 你有什么想要的东西吗 为什么问这个 因为今天是休泰尔克大人的生日 是吗 那和我想要什么东西 有什么关系吗 嗯 是要给休泰尔克大人 准备的生日礼物 诶 要给我什么吗 休泰尔克毫无常识地 一系列反问 令菲伦颇为恼怒 于是直言 自己感觉有些不爽 果然还是不送休泰尔克礼物了 休泰尔克则连忙解释说 自己并不是想要胡闹 而是从来没有收到过生日礼物 师父和死去的家人都没有送过 所以一直觉得 生日就该是那样 休泰尔克大人的家人也没有送过 你的故乡是那样的习俗吗 菲伦好奇地询问休泰尔克 休泰尔克则露出了无奈的表情 说可能只是因为 自己没有被当回事 因为他的故乡是没有弱者容身之所的战士之乡 随后 休泰尔克陷入了回忆之中 这位严厉的男人就是休泰尔克的父亲 此时的他正在训斥眼前的年轻人们 让他们向自己的儿子休泰尔兹学习 休泰尔兹在与魔物的战斗中不仅没有受伤 甚至没有见上一滴血一块泥 其没有一丝污渍的白色披风 是村子最强战士的证明 父亲对休泰尔兹从来不令夸赞 说他是整个村子的骄傲 还说与他相比 休泰尔克就是个失败品 明明每天都刻苦地修行 却一次都没有与魔物正面战斗过 说着说着 天空突然下起雨来 父亲让休泰尔兹赶快回家 休泰尔兹则表示 自己要去给休泰尔克好好上一课 天文此言的父亲没有阻拦 只是告诉他别做过头了 毕竟只是浪费时间而已 随后转身离去 就这样 休泰尔兹来到了休泰尔克身边 闭着眼睛全身贯注修行的休泰尔克 并没有听到哥哥喊他的名字 直到睁开眼睛后才发现 哥哥的白色披风 因为自己刚刚的训练 减上了污渍 于是连忙道歉 休泰尔兹则温柔地称赞休泰尔克 有着很棒的集中力 未来一定会变得很强 但战斗姿势有些不标准 随后跪下身来 亲自纠正弟弟的动作 这么说来 或许只有大哥对我不一样吧 但在魔族袭击我故乡的时候 我抛弃了那样的大哥 徒子逃走了 托不到家人的祝福 或许也是理所当然的 我是个只会逃跑的失败品 详细往事的秀泰尔克 越说越沮丧 飞轮见状立刻打断其思绪 提议一起去挑礼物 还温柔地安抚秀泰尔克 说这和过去无关 至少自己面前的他 一次都没有逃跑过 或许以后我还会逃跑呢 我们不会让你逃掉的 但是我 你不来的话我就随便挑了 我知道了 就这样 飞轮与修泰尔克逛起了街 修泰尔克挑了一个自己喜欢的饰品 却不了被飞轮以这个太贵拒绝 最终 二人买下了一个经济又实惠的饰品 作为礼物 回到旅馆后 二人发现弗力连正在烹饪巨大的汉堡肉 飞轮好奇地询问 这个汉堡肉是怎么回事 修泰尔克则对飞轮的好奇表示不解 因为在他看来 巨大汉堡肉是过生日必不可少的东西 师父爱泽虽然不会送给他礼物 但每次生日都会做这种巨大汉堡肉 这让飞轮更加好奇其中的缘由 弗力连则询问起修泰尔克 有没有听艾泽说过巨大汉堡肉的意义 得知没有后吐槽了一句 战士还真是很笨拙 结果立刻被飞轮反问 你有资格这么说吗 也是呢 我也很笨拙 所以我能明白 真是笨啊 明明知道不说出口 自己的心意就无法传达到 这个汉堡肉是这样的 就这样 弗力连给修泰尔克和飞轮 讲起了巨大汉堡肉的意义 西梅尔一行一起冒险的时候 无论是谁的生日 艾泽都会做一个超大的汉堡肉 弗力连好奇地询问这是为什么 艾泽则告诉他 这是自己家乡的习俗 是为拼命努力过来的战士们 准备的礼物 可以理解成自己送的生日礼物 听闻此言的西梅尔表示 自己和弗力连海塔的职业都不是战士 艾泽则告诉大家 努力过的人皆为战士 听到这个故事后 修泰尔克想起了自己的大哥 修托尔兹 他在修泰尔克生日的时候 就亲手为他做过汉堡肉 还让修泰尔克对父亲等人保密 村子遭到魔物袭击的时候 修托尔兹排着修泰尔克的肩膀 催促他快逃 一定要活下去 看到修泰尔克痛哭着逃命后 修托尔兹的脸上 浮现出了欣慰的笑容 想到这里 修泰尔克心中 涌起了一阵复杂的情绪 我以前的艾泽要过 这个汉堡的食谱 怎么样 好吃吗 弗力连看着食谱 询问修泰尔克 听到修泰尔克说了句 嗯后颇为得意 随后拿出了 海生一点点的 溶解衣服药水 别立刻被菲伦警告 信不信我现在 就交到你的头上 嗯后颜色的声音 嗯后颜色的声音